马来西亚白咖啡是移居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吴文青先生的祖父研制出来的 原产地在马来西亚北部的怡保 所以马来西亚的白咖啡仍以怡保白咖啡最为出色、地道 白咖啡作为怡保当地的一种特产 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 白咖啡是马来西亚的土特产 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咖啡有益于皮肤,促进代谢机能,活络消化器官 对缓解便秘有功效,以及解酒,消除疲劳的功能 马来西亚白咖啡溶解快,而且香醇可口 散发出来的全是咖啡原味 芳香和口味是独一无二的 且让人回味无穷,入口炎而不腻,爽神舒心 完全不掺杂卖力、玉鼠鼠利等杂志 一般不含糖或低糖低热量 咖啡因低于10%,不含任何添加剂 可以直接冲泡,保持了天然咖啡的纯正香味 喝了白咖啡 不燥热不上火,吸收率高 对胃肠道无任何不良刺激 糖尿病、心脏病、胆固纯病、高血压、肥胖病等病人 都可以放心喝 白咖啡不会像黑咖啡冷却后变酸 夏天冷却后冰镇加冰,口感更爽 马来西亚白咖啡并不是指咖啡的颜色是白色的 而是采用特级咖啡豆 及特级的脱汁奶精原料 精中轻度低温烘焙,及特殊工艺加工后 大量去除咖啡碱 去除高温碳烤所产生的焦苦与酸色味 将咖啡的苦酸味,咖啡因含量降到最低 甘醇芳香,不伤肠味 保留咖啡原有的色泽和香味 口感爽滑纯正 颜色比普通奶咖更清淡柔和 呈现出淡淡的奶金黄色 故得名为白咖啡